你也知道在当地现在这样的情况 包括现在疫情越来越厉害 对这样的小孩怎么处理 我后来没有办法 只能四处求救 英国的留学生 特别是记住一些 英国家庭的这些留学生的数量 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的 我们在这小学生大概有一万五千人 不能把他接回来 但是他又自己不能乘坐飞机怎么办 孩子买到的票是货金钱 来回的钱 学校航班还挺多的 还有一种技术家庭是 我拒绝中国的孩子 就基本上像九岁十岁的孩子 陪族的家长能够留在英国的 他们呢比较的安全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家长在国内 然后呢这个监护公司又甩单 又买不到票 现在面临星期五学校大量的关闭 全部关闭 有一些孩子是在学校待的 有一些孩子是监护公司通知了 可以到这个住宿家庭 但是住宿家庭也分成两种 一种住宿家庭是OK我接受了 还有一种技术家庭是拒绝 明确地跟监护公司说 你让他把孩子带走 他宁可不赚这个钱 他都不要这个孩子来待 我在问我女儿的过程当中 我女儿都说那边是不戴口罩的 不用戴口罩的 我能不能买到也是个问题 对这一次打电话 他就跟我说我妈妈我想回来 对这一次打电话 因为现在地理出去 第12岁的小朋友也是挺多的 那如果父母不能把他接回来 但是他又自己不能乘坐飞机 怎么办 就是早也没有可能 把我们小孩带回来的承认 最近就是取消航班的还挺多的 所以就是这是最怕的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 让所有流落在外的 未成年的孩子 能够在这个朱英大使 相关社会机构的这个援助下 我们能够有序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只要我们能回到祖国 我们愿意可以 我们愿意按照国家的规定 来尽一个公民的意义 我们呢是正在努力 一个把这个情况向国内主管部门反映 积极地跟国内的主管部门协商 看看能不能增加临时性的商业 搬机或者是包机 我们正在努力做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